今天有三段新闻都显示地产下半年是倒下的 我不是地产,又不是金融专材,什么懒惰都不是,我是评论员 但我看东西是核观的,经济上升肯定都有,基本的供求定律 所有物价上升下降是一个供求定律决定,很简单的迷意 中学有读过的,现在不知有没有呢,有Economy,我读过A-level考到的 香港A-level和GCEA-level考到的,这个level是高于现在中六的,等于中七的 等于大一的,以前大一,起码我的经济常识加以观察几十年 加以自己投资,加以自己什么测都有多少 我说你听,我也是担心的,香港的产业结构呢,你说它不经常是对的 我们不用你说,不用你了,刘少佳说什么 我三十年来都是这么说的,香港要有自己的产业 香港要有自己的工业,要多元,没做过嘛 那今天怎样呢,今天定西成一班老人在香港,那你怎么创新啊 科技浪潮说就容易而已,曾玉成你四十岁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 是吧?你都看到香港只是搞地产啦,你出来搞事的时候是董建华时代啦 结果地产不妥了,搞中药港,科技园不妥了,全部又搞地产,是不是啊? 那你一直这样,现在竟然指责,你指责谁啊?你为什么不指责自己? 我就是什么?我很公道的,说话是不是? 我一向都是这样指责的啦,我以为养猪都好了 那时候提议过养猪业的喔,董建华那时候,养鸡业的喔 现在你搞回它都可以的喔,即基本上,起码有一半鸡吃,全部人自己吃自己 养鸡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是不是? 起码有些产业,本土经济可以,现在本土经济不懂什么 本土经济就是搞小贩那些,摆地摊就叫本土经济,很恐怖的 那我们不理了,从来都可以,现在不可以嘛,不可以 要大家想想它呢?就不是大家想想它,大家互相指责 你指责我,我指责你,好了,那大家要面对这件事,很现实 个个都有层楼,楼价是怎样啊?你见了,施老板那些下半年就行的了 下半年已经进入了,过了一个月毫无迹象会行的 是吧?前两天,曾荣誉那篇是,你不会看的了,我都不建议你看 你听我的视频,听我那个钟头的评论,七七八了,很厉害 我不是只介绍他说的,我只想评论,但其中有些事情是很反映到老共的想法 我宏观说的,就是这几年我看到了,你问阿杂和中央,阿杂给阿煲洞的思维 香港呢?就是和我的想法一样而已,我骂了十几十年,一向看我的评论 即是说呢?香港不应该被地产霸权控制住,那不像的 十几年来啊,陈文老师,地产霸权这个政策 是吧?但问题是今天你是不是突然间可以不要,不要怎么代替他呢? 这个要想的,这个才是要想的,我不是说取替他不对 但是你一时三刻怎样,以前啊,梁振英提出软着陆 那时候已经有切辣了,十年前了,现在说的 就是又切辣又成,就是因为升得太快嘛,知道是危险的嘛 那是对的,但是问题是没有着陆过的 那今天也要着陆了,但是今天不可以硬着陆 那当然啦,你说在革命的角度来说,硬着陆就硬着陆了 死就死了,不加产了,这样一次过解决它啦,这样都可以的 就是随便啦,是吧?不过现在要提一提你 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办啊,最惨,香港最精英的都在商界 是吧?专业化商界这些,当然还有一些法律界啦,精英啦 但是这些法律界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啦,你不可以指的是法律界啦 好了,现在就说呢,就是今天看见,来,拂回回前两天先 是,就,地产代理,是,就是前两天,林健峰哭那次啦 跟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有份出席这个金管工人会议 香港地产代理的荣誉主席郭德亮,前面给了一张照片你看啦,在电脑里面有什么事 啊,现在银行,你看保健,保守甚至收缩,是,竟然是不想做 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啦,你现在这么说就是这几个月啦,是吧? 啊,撤了辣之后啦,那施老板可不可以出来讲讲呢?是 就是你,原来现在,撤了辣之后,好了,一声升了啦 跟着呢,个个买了楼啦,托住楼市啦,好了,去做按揭 那现在不想做,是,个个人就争着做,现在斗不做 这个你不要看这句,我不知道他们又没有大数据,又没有政府官员出来播 又没有金管出来解释,又没有茂波不知道死去哪儿,是不是? 只是说我们优势犹在,我问你这样是不是事实呢? 如果是,这个是极其震撼的消息啦 就是说突然间现在那些,你已经撤了辣嘛 撤了辣就是他可以做高点的按揭啦,诸如此类 但是,反过来那些,没有政府限制啊,其实是不是限制更好呢?所以我说 就是说没有了限制之后呢,是银行不肯帮你做按揭啦 现在不要啦,你什么呀,三百万买一层楼登底啦,我当你百五万而已 只要做百五万按揭啦,即是说他预期你,以安全计后先 和你做百五万按揭,你不止的,你怎么都买回百七八的 那那个银行就没有安揭啦,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银行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我估低一点,我安全一点,即是你设立九成按揭,我不计啊,我做你和你做五成按揭 就是我安全嘛,没得说的啊,好了,现在呢,这个是现实啦 就是说那些银行全部股呢,银行很厉害嘛,就是等于李嘉诚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他决定那样东西,因为他的资讯齐嘛 我们有什么资讯呢,我们就看看你的契弟出来,嘻嘻嘻,财政司这么说啊 跟着哦,哦,哦,施炳青这么说啊,啊,什么,什么,汤文亮这么说啊,这些这样,是吧 说,那你就猜一下,加以,很多人就是主观投射的嘛 我有层楼,或者我想买楼,加以,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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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些这样的心态,炒气了,跟股市一样,好了 但是很多人开始不信了,主要是银行不信了,银行一定是专家来的嘛 正如,是吧,这位阿哥,啊,郭德亮,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啦 以前,亏着做按揭的哦,是吧,比高点,收低点,收低点,都是亏生意的 现在,亏不做的,是吧,工商铺业主,正在供款被call loan 你知道call loan有多恐怖啦,我想政府怎么都给压力他 不准他,不准他真的收铺,收铺就是大家不加铺 结果都不会收铺,但是call loan呢,施加压力呢 看着你,可不看着你都不行了,干什么呢 你知道外面就说不减租就是因为你减租就更加被call loan 这些恶性循环是,我理解都是很恐怖的 如果突然间一起失去信心,所有经济的稳定都是基于confidence 当然confidence是来自整个制度啦,是吧 我们还有这么久的历史啦,觉得香港不会坏啦 国家又撑着香港啦,但是问题有些人出来就是 曾玉成好,刘兆佳好,突然间出来指控了 我们这么久靠这个地产金融,是不是对啊? 就是说不对啦,一直说不要靠他啦 但是你突然间说不靠啦,如果他们的判断是中央不会靠 既然不靠就不够啦,国内那些都没得够啦 是不是这么说啊,国内那些银行都没什么字 但是他们穿着这条褲子,是国家的嘛 香港那些全部是私人的银行,他们小心是对的 所以他们宁可不做生意,都是没得说的 因为他有事,除非你救他,保证,是不是 勇敢一些,金管那些不跌不够呢 中央银行出来救,那他们有信心,放啊放贷啦 不可以嘛,在他们来说,政府都不可以啦 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一回事 如果是真的,那楼价就继续折下去了,没得说的,是不是 政府撤纳,原意是刺激楼市 不过银行太多保守甚至收缩 就是不理你了,你撤纳都,是不是 施老板那些吹,是不是 和政府意愿背道而迟,是不是 是不是,影响楼市信心不用休啦,事实上是 那就继续,是,过去一两个月批出很大分别 是,等几个月才肯帮你批,看定先,是不是 是不是,收到不数公报铺 业主席是正常供款,都被他追收贷款 不是,这个郭德良提到了,这个阿茂波啊,金管局啊 是,正常供款不会被call loan,但是他说是有了 那,反常啊,就是不是乱那么追讨啊 是你不能够怪银行的,正如你都说啦,难道有生意不做吗 好了,那现在你搞到林建峰都出来哭了 那他哭是他的事啊,但是你想想他,他哭是什么理由 那他背后的理由是不是真的呢,还是他做戏呢 好了,我觉得呢,这些契弟呢,一生都没有好事做 但是这次出来哭呢,其实是一件好事 那这位郭德良呢,走上去电台再说呢,都是好事 起码大家清楚嘛,不会被茂波啦,施永青啊,这些这样 几条贸理啦,什么汤文亮啦,天天出来放这些假消息 是吧,他们讲的是真的事实,是吧 那这些呢,你不碰都好,你都要逼政府去 too big to fail的,有时候,是吧 那要认真面对这些事情,是吧 就是如此,是吧 他们很怪的,郭德良好,林健峰好,指责银行啊,是吧 如果会持续影响,职业是好时机啊 还有这个错觉,银行这样的态度很不应该啊 是,银行持有金管局的牌照,是,那是不是取消牌照啊 有义务和责任为市民提供按揭,没有的 那你叫中银做了,是吧 那没有啊,如果没有人做了,印花减少,这些没有人理的了 政府都不敢出声的了 地产商都不会投地,是的 那现在就是这样了,是吧 由自及兴嘛,兴啦 那你是不是要面对这些事情啊,是吧 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呢,我们这些国师级的人呢 其实,我看到他们的调,基本的调 我真的看了他们的正式 刘少佳也好,什么都好 似乎呢,不是他们想出来的 你要知道,他们是哦 这些人,你不要当他们是智者 但是他们知道中央怎么想的 刘少佳 曾玉成这些人 他们知道共产党怎么想的 接触得多的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呢 共产党都是真的,是不是 觉得呢 香港 是要end了这些,地产霸权这些 是迟早一剂的 怎么也不会大剂 在那个里面,他这样想的 是这样想的嘛 所以呢,没有一个想法 就好了,由他吧 所以林建峰那些哭呢,就真是鱷如雷 他们不明白的,他们觉得 很大件事啊,香港地产如果想 如果中央觉得这些震撼疗法呢 你听过这件事没有 俄罗斯试过呢 西方的经济学者 可以的了,这样就可以的了 他真的一升通胀两百个百分点 那过后呢 那过了二十年就得了 现在,是不是呢 那时候赵紫阳上去都是啦 开放改革后 不是不是赵紫阳 张五常上去怎么够赵紫阳呢 不硬就有他了 高通胀就对了,要进入资本主义时期 社会不论都发生六四了 是不是 三十年前 他们说三十个百分之通胀 很小事啊,你要追回香港 现在不行了,当然知道了 好了,所以大家要小心面对这些事情 说远了 我其实有想法的 但是我毕竟不是 我不是经济专家 但是我不会提到太多数据 但是你看到这些小事 就很突然的 很突然的 好了,有些情况更加 就是 跟这些有关 也都同时间出现新闻 是不是 建筑事务所呢 不断 这一年来的事就是 有 大型建筑事务所要求这个员工放无薪假 就是没什么要做的 业界传出有建筑公司清盘 减薪等消息 这个建筑师学会会长陈泽斌接受电台昨天 接受这条访问 说今年是困难的一年 那不是由此及兴 好了,原因是政府卖不到地 对了,私人楼市大幅减少 于是没有什么要做的 那不是引入这个 还要引入这个扎铁工那些 引入外脑 如果你这么说呢 又是迫着的 人工要减少一点 一还扣一还就是这样 就是要减低成本 好了,但是都没有生意 是不是?造成私人市场货目大幅减少 那会有连锁反映 建筑事务所只要想法制度过难关 那又怎样呢?放母身价,九折出粮 自然流失,诸如此类 好像回到沙士 十多年 年轻人真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还是很清楚 20年前左右的事 有时候真的要这样的 两个人打一份工 很多要裁员 有这样的事要有很多机构 现在好像又回来了 那你问我 宏观看近年香港 大量人移民走 很多人才 年轻人躺平 这些是没有 各个去轮工屋 就是这样的 大家没有一种 社会正在发的 没有这个 vision 自然是这样的 每个人小心点 缩住缩住 是不是? 最不缩住缩住可能就是老人 有些钱的老人 好了,可以花钱了 老人想着这样的 如果那些东西通缩或者没有通胀 那我当然会多花一些 如果有通缩通缩 那当然不敢花钱了 因为老人的钱是只有一块 只要花钱 只要花钱去倒数 是吧 没有人留意这件事 即是你会刺激老人家花钱 你告诉他 没有的 楼价就不会 楼价可能跌 但其他所有东西都便宜了 你不需要呢 就吃虧了 是不是? 连锁反应 律师就去想想 现在就放每天 要求放三天没有新价 就说周發信仁 发现这个Dennis Love 就找到了 这个就是Dennis Love 刘榮广五镇民建筑司 有人公司 就去问他 果然是他 是不是? 不断这样 好了 现在没办法了 承认了 即是说 早一会儿了 有一家馮长记 三月宣布清盘 十亿就差 老牌建筑公司 是不是? 宣布建业 保华建筑集团 很多项目 拖厌六个月薪金 两百万 诸如此类很小事而已 但是你看到 是不是? 如果整个困境突然恶化下去 会的 下半年恶化下去 主要是怎样呢? 你最少有人去承担 让市场不会跌下去 是不是? 这里 不过分是两样东西而已 移民潮减低 或者劈价卖楼移民的人减低 还有有人接 哪些人要接呢? 新移民 专财 好了 另一个消息又同时出现了 这两天 是吧? 就是专财勇港计划 这个呢 就不是我们抹黑他 是吧? 十四万人才 在内地来了香港 是吧? 但是问题就是 没有买房子的意欲 中银调查露了一个端毅 中银调查这些东西 中国银行调查这些东西 那是好的 你看啦 你见啦 司老板也提过的 就是建议 买了他们的人民币 诸如此类 就是刺激他们买房子 又要香港金 好像将香港当金狂 什么都叫香港政府 给钱 香港还有些储备 你不断乱用 又起基建 又发展改革创新 这样扔钱那样扔钱 那很快就不加产了 不要肯定 唉 另外一宗新闻 有人开始提议这个 公务员的墙量 那些开始要想的了 一年四百亿支出 就是退休公务员那份墙量 是吧? 那是不是没得剁呢? 外国有很多经验 就是要剁他们的那些 鬼叫你墙什么 没有啊 不关我事 那我不可以这么黑心的 很多人 是吧? 不知道啊 这些不辨评论 彭敬康是不是拿着 那时候那些 邓连鱼是不是拿着退休金的? 四百亿啊 每年之春 那你有没有钱又怎样? 会动的了 你看着都行 是吧 是吧? 那 讲回这个高财通先 是吧? 好了 有十四万人来了 很多人都期待这些优质人 都托去楼价了 但是事与愿违 过去楼市呢 开始来的嘛 不升反跌13%不似 最近中银的一行调查 发现内地人才对香港楼市 採取了保守态度 多现实呢? 即是怎样呢? 当时李家超很乐观说的嘛 即是高财通计划会在香港带来 三百四十亿元直接经济 即是你给了三百多亿他 那他就会使香港 不是的 很多人有钱了 买房子了 政府主要是我恩施政策 投资在这些人才那里 是吧? 那呢 以后聊此次了 半年前的事了 是吧? 那本来要给15个 买家税已经15% 放到只有4%了 是吧? 但是资专材有什么看法呢? 于是乎你看看了 那么呢 中银呢 调查中高端来港 来地居港客户 中银啊 发现他们的钱是中银的嘛 受访者内地 所以你就叫中银做多些按揭咯 林建峰 哈哈 发现受访者内地平均 净资产二百五十万 即是呢 他们呢 本身呢 带着几百万 好像香港人去英国那样 有几百万的 净资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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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首期有得了 哈? 嘿 给首期买楼啦 那又要住一些比较贵的 两万元那样就买了 但是他们不买了 这些人是有条件买楼的 你要知道 但是他们不买 净资产其中三成通过不同人才计划 是吧? 哇 更多 有三百七十万 即是里面来的那些专才 他们本身带着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七十万 这些内地人士呢 其实呢 还有就是他们可以灵活调动的资产 即是说呢 不等用啊 钱不等用啊 大约是七成的钱是不等用的 即是说他们来到交完租啊 子女进了国际学校啊 那他们还有七成的钱 资产是可以自由使用的 那最好买楼呢 即是代表什么呢? 他们无信心啊 这么简单 是吧? 他们不笨啊 近半是现金储蓄 如下股票外汇 基金等投资产品 是吧? 好像我摆了这些 报告看了三大端的 是吧? 首先是 即是呢 只能估算的下限而已 即是基本上呢 是 是吧? 是吧? 五年的移民人数 是十三万至三十万 是吧? 是吧? 李家超说 有十四万人来到香港 那呢 问题是 多过走的人 那为什么不会 就是 因为那些人走了 有物业 为什么那些人不来吸纳呢? 没见他们有兴趣 是吧? 那为什么他们完全无事在香港楼市呢? 是吧? 那 越来越划算的楼价 对他们来说是不为所动啊 是 如果他们拿着现金股票外币 七成拿着呢 他进海公团的手 就不想被资产绑死 这个是 很清楚了 即是说 尊财 这个都是我们估计的 我估计的 最少 就是他们不一定 过客 为什么你认为这些过客 好像我们这些 几十年在香港 等了十几十年都买不到楼 终于有机会买楼了 就买了 是吧? 不是这个心态 因为我明年在香港都不知道 有份工做了多少年都不知道 有份工两年三年合约 就两年三年了 建筑师 是不是呢? 建筑员一定请你的 大学一定请你的 为什么要买楼呢? 一定有第二份教授工作 不是意必的 所以从他们来说 就算他们带钱来香港做事 尽可工作到手间不动 是不是? 除了考虑楼价升跌 因为自业组组成一个龟属感 没有龟属感 是不是? 自业对一般香港人是重大投资 但是如果我在香港 反正我老了 就算跌了价 我也要住的 我也不想整个小处劏房 我买到楼了 我起码住得舒服 背着东西在身也好 安居乐而业 那你无所谓了 最一般人是重大投资 而且储叔都 我不如存现金 不如帮他存着 就是把钱拿来 给首期买了一层楼 他不收多利息了 免得了 好了 现在是大湾区一圆 那你经常说大湾融合 又要融合了的关系 我在香港和在大湾区一样 而香港的民主自由 又跌了价 一切这些东西 已经觉得香港和国内差不多 那些人都不敢说话 你是专才来香港 你已经闻不到的 香港已经 一来看看新闻 有空没时间抓这个 抓那个以前的民主派 在国内很羡慕香港的民主派 这么厉害的嘛 可以吊构政府也行 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他有听我的视频 都知道原来还可以吊政府 一般人已经不敢说话了 周围问同事各个 这些不要说了 政治敏感 那你自然明白 香港都和大陆差不多了 是不是 好像还开放一点 那我是不是想着 长时间在香港安居乐业 娶妻生子 安顿下来做香港人呢 有所保留行不行 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我是他们也是 纵然我们都觉得香港很正 但是都要先看清楚 所以不会这么快 就丢了本身家在香港买房 在那儿落地生根 正常的 很多人都在香港做跳板 是不是 去年加拿大放宽港人救生体计划 取消宣哪些申请的呢 有中介公司透过小红书宣传 是不是 香港身份移居海外 绝佳跳板 原来很多来到香港就是想着 不是现在 从来都是 我小时候都是 那些人游水下来的那些 是不是 你问劳努雄是不是 有一半是走了去美国的 难民很容易的 难民身份移民那时候是可以的 是不是 接受了他们的移民 读一下书那些 学历高一些 那时候年代 可以的了 从来香港都是一个借来地方 现在还是 对中国来说 中国人 有钱的精英 富裕的 来到香港都是不安全 因为没有了一个两制 大家明白吗 这些很宏观的 这些想法 是不是 你要代入到他们的思维 我是中国精英 中国里面有的发展 不过都是共产党组 不太好 可能去香港 香港原来已经是等同外国了 那我就在香港安居落叶 讲中文 是吧 学讲东话 容易一些 不用讲英文 又不用红束绿眼周围 有红束绿眼 是不是 有 王总人为主 其实是舒服的 这个社会 在我来说我都是的 你去到外国 白人世界 还有很多巴基 巴基 朋友 还有很多 穆斯林 有很多犹太人 黑袍那些 香港人 那么喜欢提示别人 不舒服的 香港人不要说 香港都有 这些人但是你少 所以香港始终对 华人来说是一个好的地方 为什么不留在香港呢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不仅是香港人了 现在 大陆来的那些都没有 他就透过香港去英美澳柳家了 我小时候 不要是小时候 中年的时候 在大学里面 我那里教好 读好 就是香港的大学里面 很多国内的来 一年两年 读过Master 又想着走的了 找奖学金就去外国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了 所以就是很现实了 继续不会撑着香港了 我问你 走的就是劈价走 是吧 留的老弱相残了 不会是吧 新来有钱的 宁可贵租 所以为什么租盘会升 但是买盘不升呢 那你没有的 如果你就是这样 你就继续 那些地产商 就将那些新楼盘全部租 租给新移民 是吧 平价的租给他 好主要 这些东西是调节的了 你说 不要啊 你还有几百万 不如你买 你还可以有生产能力 可以尽力做YouTuber 是吧 找回一两万一个月 也是供楼 是吧 哇 那你还可以买几百万的 成千万的楼 你将那些储蓄 最后的储蓄 放进去做首期 然后你日日做三个 做三条片 这样撑住 供楼 那当然不肯了 就是类似的 以前香港人是会尽力去供一层楼 因为有一个前景 是吧 市场就是一样一回事 不单止没有了 现在你看到 银行收缩按揭借 就是证明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 对这个 对这个 地产是没有信心 就是这样 好了 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 说地产 竟然今天是 不是定理的 地产代理 银行不做按揭借 建筑楼准备什么 准备不减薪 裁员减薪 建筑事务所 擒弱在身 另外呢 中银显示尊财是 是没有兴趣在香港买楼的 但是你请这班尊财是很贵的 香港的重要财富就是转移到这班人 想着它撑着地产就不会的 那又怎样 问阿超怎样呢 阿超是展彩 好了 讲多个小新闻